我先自我介绍 我本身以前是职业中医 那整个的生活还蛮顺遂的 直到我太太得了癌肿瘤 就是乳癌 那其实她的情况 刚开始也不是很严重 就是有硬块 然后有分泌不明液体 那去检查 西医确定是乳癌 2B 但检查出来对我们是一个很震撼 我觉得癌肿瘤一听起来就很吓人 我相信在座的 你们如果得到癌肿瘤 会不会害怕 很直觉 我当时是很害怕 你们有没有不害怕的 应该有 有些懂原始点 如果不懂 真的会很害怕 我也是一样 我即便当医师都害怕 那最后 我自己没有信心 跟太太讨论之后 我认为 还是从西医 因为西医 对癌这么多的研究 总有办法 总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吧 所以就很快的被安排 为什么会被很快安排手术呢 因为西医说如果不赶快手术 我太太 那个癌肿瘤会长得很快 而且会转移 那这时候就来不及了 你们知道来不及的意思是什么 就会那个了 我们其实不是想把癌肿瘤干掉 真正我们担心的就是命没有了 那西医又讲不处理 会恶化 会没命 那这些话对我们而言就更加急了 所以很快就听从西医的建议 然后被安排 手术 那手术 西医是很信心坚定的 他说他手术那么几千例都成功的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复发的 就是给我安心 我当时候也真的悟信他这个安慰之以 以为是真实之语 结果在半年左右 我太太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 然后加上身体有一些疼痛 所以不得已再进医院再做检查 那这一检查不得了 在半年检查出来竟然是原位 又长出肿瘤来 原来的地方 而且肿瘤已经转移到骨头了 甚至骨头都有坑坑洞洞 那检查出来 我看这些检查报告的医师 一年严肃的 说不大乐观 那我跟我太太讨论之后 又回到 第一个帮我们手术的一个名医 当时候要找他手术可不容易啊 因为天位亮就要去排队 挂号才能等到他的诊 那以为这样名医开刀的 一定是万如医师 加上他那时候给我们的保证 但半年后 这个铁 就是铁的事实摆在眼前 让我们不得不回去又找他 为什么会这样 那他的解说是这样 他说手术几千例 以前确实是成功的 但从你太太之后 有两三位 像你太太手术之后 很快就复发 甚至转移的 两三例 那你太太只不过是 其中一例而已 她还是肯定她的技术 没问题 只是我们比较 算是不信中的人 就是这样 但是紧接着 她讲话更加严厉了 她说 依她的专业 如果已经转移了 那如果不再继续手术化疗的话 应该只能活半年 如果给她治疗 那就是一年到两年 那总瓜的讲 就是死定了 那如果你们是我们 你们会怎么想 在半年前手术的时候 是以为赶紧配合西医 救人活命 但半年后 就宣判死刑 对我们是情何以堪 那时候孩子还很小 那我太太被这样一宣判 整个的沮丧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她就问我 那为什么她会转移那么快 一定是我们有什么错误 然后就开始问 你有没有带去给中医看啊 有没有吃中药啊 类似这些问题 但她不知道我是中医师 多少还是会开一些 补药给太太吃 我也不敢骗医生嘛 我觉得要如实以达嘛 我就跟她讲 她有吃中药 然后这个医生继续就骂了 当着我们面前就说 那开药的中医师 他应该知道中药是不能治肿瘤的 那个医师应该下地狱 你知道第一句伤了我太太 第二句连我都打趴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两个几乎在医院室 痛苦不堪的回家 那一路在想 难道我们真的犯了什么错吗 然后我事后在想 医师应该是担心 我们说她医术不好吧 才说问我们其他的 然后来怪罪其他 转移话题有这种味道 但对这么专业的医师 跟我们讲 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这个事情我们又如何解决 那西医不行 我在想 再怎么样 我也是一个中医师嘛 好 那我来找找看 中医还有没有更好的医师 还有中药 你看我还是在想 还有没有更好的医师 那代表我对自己怎么样 没有自信 也觉得我还是 不能挽救我太太的命 那我也费尽千辛万苦 从大陆得到很多资讯 最后找到天津一个老中医 那他刚好退休 听说他自肿瘤有三万案例之多 那他由他的孩子 现在也成绩赴业 也是看中医 那我好不容易联络上 那也费尽千方百计 从大陆寄药 十年前你们想想看 那时候两岸还没有直通 要寄来是不容易的 那花的钱也不少 那甚至直接打电话 联络到 那也问他一些问题 但是我那时候都不敢说 我是中医师 因为羞愧到无以自容 自己太太搞成这样 又没有心心志 那他寄来的药 我们如获自保 那我就在跟我太太商量 我说如果要活命 干脆我们到山上住 把孩子托人家照顾 专心一意的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说我绝对陪你站到最后 一兵一组 绝不撤退 那我太太也认为 因为把所有的事情放下 专心养病 或许还可以活下来也说不定 所以我们怀抱着希望 然后把三个孩子托人照顾 我们两个就去山上 然后请一个看护照顾 那我白天还要从山上下来 再门诊 那门诊完 中午以后我就又回到山上 照顾我太太 日子是这样过的 你们或许会以为 那在山上可能空气好 风景秀丽 那心情也会好转 那心情也会好转 所以病情一定有帮助 如果你们这样想 那可能是错了 因为当你把孩子托人家照顾 两个到山上去 加上一个看护 然后到了偏远的地区 几乎没有人 也就是人言汉字 你连一个对话对象都没有 晚上只听到蟋蟀声 还有下雨的时候 那个雨打在窗户 滴滴答答 很凄凄的 你们不知道 那心情更加郁闷 所以晚上就只能说 念念佛做个晚课 日子就是一天一天过 然后药吃了 一直希望有奇迹出现 但越等待 越觉得希望越渺茫 为什么 我太太刚刚当时吃那些药 吃了进去之后半个小时 它整个身体都会发抖起来 这个发抖 我都把它往好处想 我以为是药气再行 一定是好的 但是抖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它竟然越来越没力了 连吃饭也吃不下去了 常常胃也痛了 我才惊觉到这不对 体力也没有了 又多出一个症状 可见这个药是有问题 所以我就直接又打到天津 问那个医师 好不容易联络上 还有跟他的家父也通电话了 那他们最后的意见 给我的是说 虽然他治过那么多癌肿瘤 但以你太太 已经转移癌末的 他还是建议配合他的药 然后还是回去西医那里化疗 这一讲不就又把我怎么样 把我赶回死路了吗 西医就是因为帮我宣判死刑 我才找你的 今天你又这样讲 那不是我几乎没得选择 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所以我一听跟我太太很沮丧 就再一次的 又被重重的一击了 那我最后看 反正这个药虽然很贵 也没有效 所以心里又很郁闷 所以把那些药拿在手里 往山上一丢 稍微郁闷之气 稍微有吐出来一点 稍微舒畅 那丢完了又没药了 下来怎么办 又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再质问 信心回来了吗 我还是没有 然后想好吧 再托我弟弟到上网网站 看看大陆还有什么名药 然后又到陕西 去买了一些有名的中药 然后买了好几箱 然后又带了中医 有关所有肿瘤的书 我在山上开始研究了 然后把中医的分类 那时候有名医分成几类 我大部分都把它归类 那看他们在应用 肿瘤方面的一些说法 那不外有三派 我读一读 就是认为癌就是一个毒 以毒攻毒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 认为癌就是一个热毒 一定要怎么样 用良药来解毒 又是一派 另外一派就是认为 还是要补气 你抵抗力好了 那自然就可以抗癌 不外这三种 那当时也不知道哪一种对 那反正先买了名药来 再说吧 那开始吃 吃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太太 也是越吃越虚 根本不起作用 那为什么这些药都宣称 致肿瘤是很好的 有效率有多高多高 结果最后还是破灭 在这样求人也求不到的情形下 我终于跟我太太讲 好吧 既然西医也早 中医也早了 再好的名医也都看过了 还是没效 那我自己来吧 这时候中医 鼓足勇气 开始我把我十几年来 所学的中医方法都用尽了 也就是一针二灸三用药 我全部用 我针灸本身就针了十几年 那灸我太太 因为在山上养病的时候 我看了很多书 什么都是 什么当时还有正流行生机饮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认为不要煮熟 要保持成分有没有 然后要有机的 然后要最贵的 反正我都做了 然后从远地直接寄来 结果我发现我太太吃这些 这么贵的东西 身体反而垮得更快 为什么 生机饮食是凉的 然后吃了马上就肚子痛啊 甚至拉肚子 让我终于觉醒 我太太根本就是寒 那生机饮食是不适合我太太的 所以我认为针也没有效 那应该灸 灸是热的 可以改善她的体质 但是艾条太小了 我太太全身都是癌细胞 那也不够用啊 我以为癌就是要温灸把它热死 当时还是有这种概念 就是要把它除恶物尽 像西医的延伸的想法 那我当时我想 好 一不做二不休 艾条既然那么小 我开始看当时还有一种叫艾罐 就是罐子 蛮大的 然后里面装艾草 我一买就买了二三十支 然后自己 就是研发一些 就是箱子 然后摆艾罐一层一层的 然后还去买一个工业电扇 就是因为我一次摆二十几根 你们有没有回台湾看过 盐水风泡 那时候一箱一箱泡 然后一点燃就是炮四串 我当然没有那么壮观 但是我二十几根同时点燃 你们也可想而知 而且一罐都是那么大的 那时候很快就烟雾弥漫 那我在山上因为人机汉字 我太太都直接把衣服剥光 然后就直接二十几根就在背后烤 那一烤烟雾弥漫 刚好有工业电扇 呼呼作响 就把那个烟抽到外面去 但是只有半个小时 我太太的皮肉 几乎都烤到变颜色了 有一点不红到纸那个颜色 每次烤出来就是这个颜色 那半个小时她就受不了 在烤的时候她感觉舒服 但是一撤掉又痛 那那时候还没有 不知道要按摩按推 那痛了也在找不出更好的方法 然后我想好吧 那爱罐这样一次用二十几根不行 我又发明 我就做一个像衣架 然后把爱罐穿孔 然后下面用一个铁丝网 怕灰掉到我太太身上 然后把它挂起来 然后就可以温揪前面了 它躺着也可以温揪 我被逼急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结果我用了有没有效 真的有效 温揪的时候有效 但你不能一直温 因为烟雾弥漫 受不了的 最后还是一两个小时还是要测掉 那测完又不舒服 最后连脚踩地都痛 我又发明了一个 听人家讲米酒泡浆泡脚 祸一祸然后热热的泡 结果我太太一踩下去 就热到痛到不行 根本它已经含到根本 现在以我原始点来看 根本就是体伤热进不去 所以它一泡很热又很痛 但是效果又不好 泡一下也再踩地还是痛 所以用尽各种办法 我该用的几乎都用了 包括煎药 甚至我买了什么 以毒攻毒的药 我都是的 我还买什么浅蝎 蜈蚣 这些说以毒攻毒的 我都买 那时候买来我才终于知道 蜈蚣粉很臭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过 那个很臭 一打开就呛到头都快晕了 但是要为了活命还是吃 再臭再难吃还是吃 但是什么方法用尽 有效吗 没有效 所以在百般无奈下 我太太日益销售 最后只剩皮包骨 就在山上这样将近十个月下 然后连走路我都要扶着 那加上山上 路弯弯曲曲 不好开车 那我白天又要下山看诊 那其中有发生了两次 比较关键性的 让我太太提心吊胆的事 就是有一次 我看诊回来的时候 为了急疑 看我太太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一般都会开快车 然后山路本来就不好开 又开得快 那有一次 就是明明看到对方已经来车了 连刹车都来不及 结果两车相撞 那我车子就被弹 往后弹回去 我那个车子比较轻 结果弹回去 我平常开车 眼前一看都是看到车子嘛 对不对 现在平平看上去是看到天空 那你们就知道 我车子的是什么状况 我是斜的 那我以为快掉下去 我一直踩油门 结果一直看到天空 一直没有掉下去 那踩了两分钟之后 对方来车下来 然后示意我把电动窗按下去 然后跟我讲 他说你不要再踩油门了 他说其实你现在的车子是 四轮悬空 底盘有一颗大石头顶住 要不然你就整个滑落到山底下 那山底下是一个小溪 我看有三四楼高吧 那滚下去大概 即使没有命伤 大概也身体要保全很难了 他叫我不要开车门 然后从窗户稍微伸出来 他们从边缘把我拉出来 是这样躲过这一劫 躲过这一劫 因为太晚回去 我太太问 我也只好从此招来 我太太就觉得这样开车太危险 特别提醒我 不要开快车 好 那言由在耳 没有多久 因为有一次 我孩子到山上来 团聚一下 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大日子 难得孩子能够都上来 那我们想 那就到附近寺庙 添个香油前 一家就在那里用餐 结果我开车 又开到山上 我那台车子 马力又不够 结果又停在路 那个山路的中间 上也上不去 那想一想 当时候我自己觉得 现在想来真的是够笨 我竟然是怎么想呢 那上不去就推上去就好了 我真的就这样傻到这样 那结果就叫我的孩子 一起来 那叫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那时候 走路已经很困难了 我叫她在旁边看 看我们一起把车子推上去 结果车子竟然不是往前推 是往后倒 结果我孩子 最小的孩子 闪躲不及 就被压在车轮下 那这时候 我只听到我太太的叫声 一直叫我孩子的名字 但是你们知道 在山上 根本空无一人 只有我们这一家子 哪还有什么人 所以真的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那我太太一边叫 一边哭哭着 然后就用冲的过去 你们想想看 当时候她已经走路都要人牵的 竟然是用冲的过去 然后就在推车子 老实讲 这一幕到目前为止 我还历历栽木 我当时候眼泪直流 然后那时候她的叫声 对我而言 简直是撕心裂肺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知道我太太是推不动 我走过去安慰我太太 我说不管怎么样 好歹也要知道 孩子现在是死还是活 我说我还是要把车子往前开 看看她怎么样 那往前开 结果我孩子就上来了 所以总算躲过这一劫 但是因为我太太 这一场惊吓 回去之后 她几乎三天下不了床 那整个体力又更垮了 那到这一个地步 我太太眼看 她距离身环 已经越来越渺茫 所以在一个即将中秋节来临之前 她就跟我提出了 她说在这里山上 十个多月了 她说她日子在这样付出 但也不见得好转 她也了解我已经是 用尽各种办法 她也看到了 但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好像老天爷 一点都不兼顾我们 那在这种百般无奈下 我太太还是觉得 要不就利用她还活着的时候 跟孩子再一次中秋团聚吧 当我太太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我又哭了 因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答案 为什么 当时候上山的时候 就已经报定决心 我要杀出一条血路 现在看不出我们的出路 却在这一场战役中 节节败退 到最后我太太 几乎跟我讲的 她说现在求活 求生不得了 没办法 她也看越来希望秒 她现在只想 好好跟孩子团聚 然后做最后的 享受家庭的温暖 那我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最后 我也百般无奈下 然后结束山上的这一段 抗癌的这一日子 下山之后过了中秋节 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恶化的速度更加剧了 这时候我太太脚也水肿了 呼吸也困难 还要带氧气罩 然后躺到床上 那个动作一躺下去 她会痛到哭二十几分钟 你们睡觉很容易啊 就这样一躺 她一躺 她整个她认为她的筋 就好像被抽筋这样 一条一条抽出来 整个是僵硬的 然后就是会牵动她前身的筋 让她痛到会畏惧 所以每次要睡觉 她就开始害怕了 然后叫我们动作 一定要小心小心 不管再怎么小心 就是会让她痛到二十几分钟 然后要痛到哭 然后最后连呼吸 都不能很自在的呼吸 还要带氧气罩 然后走路更不用讲 根本没有体力 然后随时都在喘 这时候 我太太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在山上 求生不得 现在她想求死 又求死不得 这样吧 干脆送她到安宁疗坊 她想 真的想走了 她不想再这样拼命 实在太痛苦 情况恶化到这样 我再怎么努力 我发现 反正我就是不能逆转这一场 虽然不放弃 也只能跟现实低头 所以我最后去找西医 那他们也帮我安排了安宁疗坊 等了一个礼拜 终于可以过去 但过去不是像你们这样 我们是坐车 我们是请救护车 然后开来 然后我太太是从担架抬上去的 然后直接进入急诊室 医师就在那里等我 因为我已经跟医师讲 我太太情况已经到什么程度 然后她一看到我太太的情况 她觉得很危急 然后马上立即输血凉带 喘稍微缓解 然后也做了部分检查 医师就把我叫到旁边 她说你描述的 事实上比实际的还差远 她说她看过那么多的癌痞患者 以这种情况应该是七天 我太太就会有一个大变故 活不了很久 所以七天她预估差不多了 我听到其实心里 已经有做好准备了 那我太太看医师 在跟我窃窃私矣 叫我要如实告诉她 那她听完我太太 本来已经打算来这里 就是求死 所以她也能接受 她说好 如果这样医师讲得这么明确 他叫我立即做一件事 就是去找朋友 祝念的朋友来帮他祝念 还好以前认识了几位这样的朋友 他们也愿意在我急难中来帮忙我 然后在安宁疗房刚好有一个 就是拜访客人可以住的地方 所以他们真的就心里整理一下 就搬住进来了 然后每天白天就帮我太太租念 那当时候我还是不能看 不能忍心看我太太就这样走 所以还是在跟我中医同道 在讨论 还有什么方法 中医还有没有 那最后有一个朋友提议说 是不是可以用生 生来补气 说不定还可以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人家说要死之前不能喝生 理由是喝了之后不能断气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 有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还是有 其实这个在民间流传蛮广的 那我们也听过 那我们当医师的也知道 那我就想好 我就不想让我太太断气 所以立即买比较好的红生 那一次用多少呢 一次用200克 一斤如果台湾是600克 大陆是500克 等于台湾的一斤 我三天就用完 我当医师这么久 从来没有下过这么重的红生量 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没有喝过 这么溶的生 应该是没有 我当医师都没有 那结果喝下去 结果发现到第七天 我太太竟然不走了 生命迹象越来越稳定了 结果来祝念的人只好先走了 那这些人走后之后 突然间让我有一种感觉 起码我节节败退之宜 这一场战 总算第一次扳回一层了 因为西医说一个礼拜就会走 不但没有走 而且稳定下来 那我确定 这个是绝对红生之力 如果没有 不可能活下来 所以我就确定 红生对我太太是有效的 先确定这一点之后 我开始来细思下一步 我在想 我太太如果每天躺着 因为她躺着是不能 侧转的 我们一般躺都可以转来转去 她不是 她躺着就是固定那个姿势 她自己也起不来 所以她常常会害怕身边没有人 那我想她一直躺在那里 也不会活 因为她不能动 我没有看过不动的动物 你们有看过吗 不动还算动物吗 所以只要有生命的 她一定会动 那我想她都不动 那不就是死路了吗 这样也不行 所以我开始又突发奇想 好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跟医院讲 我们要睡独人房 自己加价 因为健保不可能让你睡独人 那我就请四个看护 也就是合法的申请一个 不合法的也申请来 然后再加上台湾的看护 然后里面就有什么 印尼的 菲律宾 台湾的 好像联合国部队就住进医院了 那我开始安排 四个 三个 负责八个小时的按摩 那按摩不是像现在原始点这样按推 就是用指尖指腹 这样轻轻轻摸 因为我太太已经皮包骨 不堪重力 只能用舒缓的 结果这样轮流按下来 因为按久了 有人一定会累 另外一个备站 就是UV的 准备随时累了就随时顶替 那我也参与其中 因为这一份工作 没有人轮流 你一个人这样一直按 那是受不了的 那我采取的是 你们从未见过的 医学界也从未发生过的 就是二十四小时的按摩 那也就是二十四小时的舒缓 非常有用 原来二十四小时 然后再配合身 也不会消耗热能 然后他的身体的很多 包括睡眠 还有疼痛 都有减轻 这个让我觉得很奇妙 但是有一次让我感受最深的是 我太太腹骨沟肿起来 很痛 她怀疑是癌肿流转移 那我也没办法 我就安慰她 反正你全身都是癌 没有一处不是癌的 那多一点点又怎么样呢 所以她听了也是觉得有道理 反正全身都矮了 西医早就说她会死 现在活下来也是算是怎么样 赚到的 所以她跟她讲之后 她也不害怕 然后我们就找啊找啊 我有一次在她的臀部 舒缓的时候 她特别感觉痛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么小力怎么会痛 其他的地方也不说痛 所以我那几天 就在她的臀部 多按摩几下 这样连续三天 结果我太太第一天就感觉舒缓 然后三天后肿也消了 哇 这让我很大的惊讶 竟然腹骨沟可以靠只有按推 三天就能够让她痛不见 而肿也消 哇 我说这不就是一个开关吗 我要找的不就是这个吗 那之前当医生这么久 怎么都没有发现呢 甚至在她的痛附近周围 还在扎针呢 原来痛是一个影子 一定要在一个远处 找一个开关才能找得到 那我在想 那她从头痛到脚底 那她全身只要那些开关我找出来 我太太不是就可以远离疼痛了吗 就不要再贴麻痹 再吃泪固醇 再吃止痛剂吗 哇 这个想法一来 我开始起劲了 开始从我太太身上 每一条筋 每一处 我开始展开 搜寻 看开关到底会藏在哪里 我这样日以继夜的 几乎是这样 因为我要跟时间赛跑 我太太那时候虚弱到也不行 身体又痛 我说如果我不赶快把开关找出来 很可能我太太很快就会刮掉 在她不管怎么样 我只要找出来都能解决她的疼痛 然后让她的体力变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快 所以在这样有压迫的情况下 几乎每天就是对着我太太 然后按摩 然后看着她的反应 然后跟她沟通 看看哪一点特别有效 那叫她跟我讲 然后我做记录 然后做完记录 我一定白早上到我诊所 把我要的患者集合起来 比如今天我处理膝盖痛有效的 那我就把膝盖的患者 全部聚拢起来 然后叫他们等我 我说我一个一个亲自做 那我在他们身上发现 我太太按推有效的位置 在这些患者身上 全部都有效 哇 这让我很大振奋 我终于确定 那我太太找得到的开关 几乎都可以应用在患者身上 我太太这么虚都有效了 何况这些体力好的人 那我在这里看到另外一束曙光了 那我太太终于生命稳定了 但稳定了 开始不是我烦恼 我太太开始起烦恼 她也开始算了 她说 哎呀 现在孩子我 你又要养 全家又只靠你一个 那医药费又那么贵 因为我们住单人房 然后吸药 有时候还要打白蛋白 健保不给付 还要加药费 然后还有人生一个月 就要喝十万块台币 加上四个看护 零零种种算起来 一个月差不多要 三十到四十万台币 对我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 那时候我太太说 那如果我活个两三年 那你不是负债千万了吗 所以她说 我现在活着有一点烦恼了 之前是不能活 现在是活着有一点替我烦恼 那我就跟她讲 其实我说 你活着的时候是我最快乐 但你真的哪一天走了 我也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 这个钱绝对买不会我现在的快乐 所以我说你尽量活 即便负债个千万 以我当医师的 也有办法再赚回来 我太太听了就比较宽心 所以这样时间再过 就非常的快 因为早开关 然后按推 给她喝深汤 孩子来跟她团聚 这一段日子算是最后 然后因为止痛剂越来越减轻 甚至到最后也不用麻烦 也不用安眠药 然后生活就这样 过得还算蛮平顺 但是终究她的体力还是怎么样 慢慢下降 最后到将近十个月的时候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我太太突然间觉得很累 她就躺着 然后护士赶快来凉血压 坐降 然后她跟我讲 你太太应该差不多快往生了 那我们心里也准备 觉得这一天终究是要来的 那那一天刚好是我印象中最深刻 就是7月2号台风天 风雨交加中 因为我太太的遗愿就是 她不想死在遗愿 她想回家 所以我立即办出演 那马上开车 然后救护车送我太太 直接就直接开到我家 那中间过程中就不用说了 风雨交加 那车子又开得快 到一进门抬进去 我孩子就哭了 我知道我太太已经断气了 就是进了房间 房子里面我太太在断气 那开始就办理后事吧 该办的办 但在祝念完之后 我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觉得人活着到底为什么 我一生所求的也不多 就是一个家庭的美满 然后当个医生看看病人 然后图个温饱而已 那为什么会给我这么大的考验 好 那我今天是医师 连我最爱的人又救不活 那我还有颜面再去看我以前的患者吗 我想到这里我更加痛苦 我想连自己最爱的人都没有能力 救活 那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断地自我指责 但指责到最后就是想 干脆要不然就一了百了 既然无言见仁就挖个洞就跳下去 不要出来就好了 但最后又看到孩子这么小 跳进去也不能解决 然后还有就是我太太当时还有一句话激励着我 就是她的疼痛因为我找到的点 让她减轻了 她认为像她这么痛苦的癌 癌末患者人很多 如果能够去帮助他们 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所以她希望我继续把它研发好 所以这句话激励着我 在这样人生交关不断思维 生死在思维着 最后我总算想清楚 我说死是解决不了事 那如果活着还有意义 那我不再过去这样的生活 只是做个医生 看个诊 然后涂个温饱 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那时候心里就发了一个愿 我说如果未来还活着 我一定要解决癌肿瘤这个四季大病 那也就是因为发了这个愿之后 我发现之后 我就不会再想死的这个问题 而是想怎么样把其他的开关再找出来 所以我自己又开了一个诊所 花了两年时间 在其他患者身上把其余开关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 我开始印小册子 还有印光盘 免费送人家 因为哪里痛按哪里就会好 我当时又在想 我只要跟我患者讲 他们肯定就不来了 那不来反正到最后索性就关门吧 然后我真的这样试 然后比如说他手腕痛 我知道开关在这里 我帮他按好了 我就跟他讲 以后你手腕再痛 楼这里就会好 我还教他们 然后最后还拿书给他们看 那我想 每一个人我都这样讲 那以后他还会来找我吗 我想这样应该再算一算 我应该半年到一年 大概就不开 不关门也得关门了 但很多事不是 如你直接这样想的 我记得老子有讲过一句话 他说 几亿与人几亿有 几亿为人几亿多 你给人家的越多 反而收获越大 所以我以为给了都给人家了 秘密也没有了 那我应该没有人来找我 不对 是这些人不来了 他们又介绍新的患者来 所以不但没有减少 还有增加的趋势 但是这样的感觉 我也觉得不对 因为我说的 我要解决的是 癌肿瘤这个四季大病 我不是解决这些病人而已 所以两年之后 然后也演讲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我的医生生涯应该告一段落了 自己这样也给自己一个下最后的通牒 那就开始把申请歇业 把诊所关掉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那个地方留念着 那前天下那么多的癌肿瘤 你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步把南部的诊所关掉之后 就亦难绝难的 把三个孩子一起到台北 在开一片新的天地 去第一个就是创立基金会 那基金会成立之后 开始就是发行小册子还有光盘 那这样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原始点不只可以解决很多疼痛 而且身上很多内科的疾病也可以治疗 所以这时候我的心愿就越来越 企图心越来越大 我自己再给自己定下一个 越发的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就是不只要解决癌肿瘤 我认为我应该是这样讲才对 就是要解决全天下所有人的疾病 而为后人留下一条活路 所以创立基金会 我就以这个为目标了 那一路坚持下来 你们也看到了 这样从成立基金会到现在 也差不多快八九年了 那再从我太太身上研发原始点 到现在也十多年了 所以这十多年来 一闪好像日子就一过 那当时候的那个企图心 到现在还存在着 那一股动力还驱破 驱破着我到处飘破 时常说不来的地方又来了 那这十年中原始点的进展 我大概说叙述一下 前五年应该是把人体的开关找出来 也就是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后面这几年 着重在理论部分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刚开始按推有效 但他不相信按推真的人治病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们懂 不能只有靠手法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开始转型了 找出开关之后 我就开始写理论了 那理论对我而言 其实很困难的 因为我当医师也没有 不会写文章 那很久又没有动笔 就只会在电脑 你什么病 代号是几号 然后打一打 然后药就打出来 也没有写过文章 那这下子可好了 一定要自己写 那还要就开始写吧 很痛苦 写文章很痛苦 那写得又慢 速度又进展又慢 自己心里又急 那内心中很多的想法又写不出来 还好 这一件事 到了好像2011年是吧 还是2012 2012 2012年我来纽约演讲 也就是那时候也有到旧金山 好像也有去纽约 那纽约演讲是在庄严市 刚好遇到中文 也就是你们早上鼓掌的那一位 然后开始跟他讨论 我发现他的文字表达能力特别强 而且逻辑性很高 这就是我最牵切的 这也是我想找的人 但是我一直不认为我找得到 所以我以为我这一辈子 就只想写这一本小册子 那结果跟他在一起 我们两个就开始展开小册子 甚至我有时候讲 他就帮我写出来 甚至有时候他写出来的 又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很多细腻处是不断这样激荡的 所以他把原始点 更快速地呈现给大家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只能说 在我们两个这样不断地这样修改中 这一版就像今天主持人讲 即便不是最终的版本 但已经接近我内心中的目标了 好 那整个的延企 原始点为什么会诞生 我也做了这样简单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现在来看我早期的一段延期 原本只希望平平淡淡地过日子 但就在内人得到癌症之后 整个家庭就陷入酬盈产物中 再也快乐不起来 虽然想尽各种办法 来抑制癌症的蔓延 但终究是徒劳的 最后转移至前身骨头 那种疼痛 简直万简穿心 难以承受 面对此种困境 我苦苦思索 如何才能减轻他的疼痛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下 我终于悟到 原来患者感觉的痛处 都不是真正的起源处 感觉的痛 只不过像影子而已 如果只是在影子上下功夫 不但无疑 而且有害 那么疼痛的起源处 也就是本尊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内人的身上 我发现任何一处病痛 都有一处固定的起源点 只要在起源点适当地处理 那么疼痛就会消失 为了找寻本尊 几乎触及内人前身上下 每一条筋 就在日复一日寻行秘密下 很多答案终于水落石出 不但缓解内人许多疼痛 而临床应用在患者身上 一样有立竿见影之效 这时我才充分体会到 看病要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道理 这些年来 每当回忆起内人病重时 所说的那段话 就感慨万千 哎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 就是做了慈祭幕后委员 专门为慈祭收善款 但是还来不及走到目前 生命已走到尽头 为了不让我太太的愿望落空 以今年初 疼痛疗法的小册子终已出书 如今更进一步发行光碟 以便使读者更容易了解 来帮助更多疼痛的病人 希望以我有生之年 来走完我太太未走完的路 来实现我太太未实现的梦 感谢您的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